最近网传肖战正在接触的新剧女主 很大可能定的孙怡 对于这个主演配置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看好 一来肖战和孙怡之间好像差了一些CP感 二来孙怡离婚后扑朔迷离的恋情 她到底有没有知三当三 弄得她口碑下降了不少 纵观肖战这几部电视剧 有细心的网友表示肖战的女主运太差 甚至还有人说肖战和女主演们的八字不合 不忘女主 老实说 这个真怪不到肖战头上 碰上风评不好的女主对肖战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毕竟电视剧靠一个人是撑不下来的 粉丝数据做得再好看 路人体感没出圈就是没出圈 不过在对家眼里 肖战连遇到几个女主都擦不出火花来 甚至合作期间对女方不利 这些都是可以发散成功机肖战的点 说她靠兄弟剧飞声 就会克女主的运势 好在这些言论对肖战造不成实质性的伤害 她现在仍然坐稳顶流的宝座 多的是想跟她合作的艺人 她现在特别想出一部爆款剧 好打脸对家的抹黑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肖战特别有失业心 王一博恐怕这辈子都没想到 她在2021年拍摄的一部任务电影遇到的一个同组演员 会在2023年的如今直接想要踩她上位 之前她和于世在《长空之王》合作了一次 现在两家粉丝现在还在友好对话中 原因就是因为两家都是九五声冲击电影咖 未来的发展和选择势必会有重合之处 王一博是老牌流量积累深厚 而于世今年靠着风神一鸣惊人 两边都有不少人压保将来发展更好 所以粉丝们多少也会因为一些成绩拉踩之类的问题产生冲突 现在王一博粉丝嫌弃于世碰瓷王一博 觉得每个声名雀起的小明星都要走这么一条路 但是王一博根本看不上于世 而于是粉丝觉得自家被流量粉丝霸凌了 还吐槽王一博自视甚高 将来肯定登高跌众 事情发展到现在 于是工作室都不堪其扰 官方下场拉黑了王一博的粉丝 于是还发了通稿 表示自己杂志销量低无所谓 因为时尚圈更偏爱不靠粉丝贡献销量的路子 看来不仅想在电影成绩方面碾压王一博 还在王一博作为流量擅长的方面打压人家 多少有点开玩笑了 于是虽然走的是资源不缺的背景路线 但是还是很眼馋人家流量的粉丝支持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耸耸地刺激人家粉丝了 说实在的 现在的九五声电影圈 基本都是资源和流量并重 于是想想风头 面对的也不只是王一博一个对手 出出茅庐的人太狂并没有什么好处的